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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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听到蓝起人的声音 越过院墙传了出去 这还用问 除了卫英还有谁能干出这种事 那声音不怒不火 听得蓝忘机诧异莫名 就想着这人是不是已经给骑得不知道 该如何生气了 叔父好聪明 就是卫英 卫无羡高兴地大声回道 众人 两门声待了片刻 问道 韩光君 这门锁是砸还是不砸 卫无羡立刻大声说 砸呀 卫英把钥匙孔堵死了 不砸是打不开的 叔父也出不来 于是两门声卖力砸 终于在砸出一身大寒之后将锁砸开了 但院门推开 门外四人也就得以见到了丽余院中 面无表情的蓝起人 蓝忘机忙将魏无羡放在地上 朝着蓝起人行大礼道 忘机有错 请叔父责罚 蓝起人看了一眼蓝忘机 又瞥了瞥站在一旁的魏无羡 转身朝屋里走去 蓝忘机瞧着蓝起人的背影愣了愣 即刻牵上魏无羡跟了进去 蓝忘机原本以为等着他和魏无羡的使狂风暴雨 没成想去是风和日丽 蓝起人心平气和的招呼望线二人坐下 还给两个倒了茶水 随后一罕见的温和的语气问道 魏英 你为何要堵上我门上的锁 因为魏英勇敢啊 魏无羡立即骄傲地回应 而后站了起来 走到蓝起人跟前 收武阻挡得将最勇敢的人 比拼事件说了个明白透彻 魏无羡讲的生动形象 蓝起人听得连喝了三杯茶水 似是想用热茶把怒火浇灭 蓝忘机虽然一脸的古井无波 内心确实波涛汹涌 就想着蓝起人何时会爆发 自己该如何应对 所以魏英就来堵叔父的门锁了 做了所有小朋友都不敢做的事情 魏英也就成为了最勇敢的人 魏无羡总结陈词 蓝起人瞟了魏无羡一眼 喝下第四杯水 随后将茶杯轻巧地放在桌上 说道 你确定不是最胡闹的人 魏无羡啊 不是最捣乱的人 蓝起人继续问 魏无羡啊 你的勇敢要靠给旁人添堵来证明 蓝起人再问 魏无羡啊 你的勇敢要靠做坏事来证明 蓝起人邪逆着魏无羡 声音开始变得严厉 蓝忘机见蓝起人终于要爆发 立刻再一次鞠躬行大力 说道 叔父 忘机知错 魏英知错 到此时魏无羡才意识到 自己好像似乎可能做了不对的事情 他扭头看了看一旁弯腰低头的蓝忘机 又看了看没拿正眼瞧自己的蓝起人 忽然就觉得大事不好 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他膝盖一软就跪了下去 双手往前一扑 头一颗到底 大喊道 魏英知错了 蓝起人又斜眼扫了扫望线二人 倒了第五杯水 养头一口净 碎浆杯子不轻不中地隔在暗棋上 说道 我看说明的建议很不错 叶烈才是检验一个修士 是否勇敢的唯一标准 所以 魏英 你今晚去叶烈 一个人去 蓝忘机头猛的一台 大惊道 叔父 忘机你不要说话 蓝起人呵斥道 修士叶烈不是很正常吗 可是魏英才八岁 怎可以一人前往 蓝忘机抗辩道 魏英可以的 魏无羡确实听得两眼发亮 连忙自顾自的爬了起来 说道 魏英是高阶小修士 可以一个人业烈 叔父 魏英要去 嗯 蓝起人高扬起下巴 垂目斜眼看着魏无羡 说道 你打送去何处业烈 魏无羡一愣 摇了摇头 说道 魏英不知道 说明没说 蓝起人道 我倒是有一个好去处 今晚还时 我送你去那个地方 忘机不得随行 蓝忘机双目一睁 再一次急喊 叔父 怎么 怕我吃掉魏英 蓝起人冷冷道 什么都不用多说了 忘机 你先回去 从现在开始 魏英交给我 先罚抄家规 倒还是我带他去叶列 对了 你叫私追把魏英的小随便拿过来 还有他常用的法器 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一样也别缺 叔父 蓝忘机实在是说不出别的话 蓝战 叔父不是妖兽 不会吃魏英的 魏无羡忙扯了扯蓝忘机的衣角 说道 魏英愿意抄家规 更愿意和叔父一同去叶列 还不但蓝忘机说话 蓝起人又插上了话 说道 魏英 你误会了 不是与我一同 我只是把你送到那个地方 而后你一人叶列 哦 对了 这个建议是说明提出来的 我会叫人把他也送过去 不过你们分开形式 不可同行 你们不是想比个高低吗 那就公平比异常 比个尽兴